我們經常會用手、破、離 形容將人精神或哲學 意思即是一位真正的大師傅 在他專業的範疇 要做到堅守傳統 進而在基礎上作出創新 甚至能夠突破所有限制 自成一格 在香港 我們也有一群在行業裡 獨當一面的師傅 用他們的一雙手苦心經營 數十年如一日 專注地做好一件事 在這個工藝末落的年代 他們的故事和手藝 值得重新走入大家的視野 實木家具 盛載著木材本身的樹齡 在這一刻被木杖考手製作成各種家具 陪伴新主人 然後流傳後世 為未來累積價值 由工匠一雙手所做出來的實木家具 可以說是人和大自然接觸的最佳媒介 我自己其實整個系列就最喜歡這個作品 這個櫃桶拉出來 就會放在門上 其實就是一個鮮香座 鹽點鮮香,散發淚々輕煙 加上淡淡優香 有一種令人遠離泛逐 回歸閒息的感覺 不過這個小櫃擺設 除了作為家居裝飾之外 還有實際用途 我原先在V進頭想他的設計 他是一個紀念 個身寵物用的小神壇、小神台 可以放到一張櫃子 以及寵物的骨灰在前面 做木家劇的第一步就是畫畫畫 想想大概的樣子會怎樣 定了尺寸去做 我沒有用電腦畫圖 我全都是手畫 其實純粹個人習慣 我覺得這樣比較快 還有看出來的感覺 還能表達到我將會怎樣做 最大的考慮都是那些尺寸問題 譬如哪些位置套進去 哪些位置凸多 在畫畫的時候 我盡量按比例縮小地畫 盡量跟著看出來 已經像是完成那件事 很少有tarर 阿星成為為木帳之前 他本身是一位有十多年之歷的 商業攝影師 2014年開始輾轉入行 還可以說是搬逃出嫁 當時只花了兩星期 去學習實木家具製作 了解了基本概念後 所有工具運用 以致機器實際操作 都是靠自己摸索的 由原材料到一件製成品 主要有幾個工序 首先由一條圓的木條 它也是一棵樹開出來 已經是一條條,一塊塊 但仍然是很多的 第一個工序,我們稱為開料 就是你要把它做到四邊都是直角 變成一條四方形的木條 才可以根據直角做基準 做其他東西 第二個步驟就是把它切成你需要的尺寸 然後才可以開始滑線、做筍 做其他工序 用方信機之前就要先滑線 滑線想打四方形的筍口 位置和深度 因為現在打10mm 乘10mm的四方形筍口 我們首先要滑線要打的四方形 才可以開始 而且要計算打多深 滑線的深度就定尺寸 然後打了一個方形筍 這個步驟就是將木條做到特定的厚度 然後用上筷子 可能有其他工藝的東西是加 但木是不停減減減 有時候減多了 譬如刨多一點位置 你就要收 再把其他位置收到它變得一致一點 磨多了,譬如粒了一點 其他位置又要追回 磨到它望下去是一致一點 筍位置也是減減的過程 你要偷空洞或筍口 筍頭才能進去 這是減減和收的過程 現在我做筍頭 用這個字句做直切 現在量度尺寸 用刀片去到剛剛滑線的位置 就可以切磨滑頭了 然後我又會用這個東西 切走這幾個,就會變成磨滑頭 據說在7000年前 新石器時代的人 已經懂得使用入筍技術 入筍技術的原理 是將兩塊木材精準切割成一粒一粒 再將木頭相互卡折 成為一個緊密的結構 這個結構巧妙地將組件穩定 同時能夠承受重量 入筍技術和用金屬的分別 就是打譬如用螺絲 螺絲就是它靠螺絲的裸紋 轉進去,然後靠力 迫著它 其實某程度上 纖維會破壞 而入筍紙純粹做到一粒一粒 剛好,我盡量不用金屬的膠 以及其他金屬的元素 比較多會用的金屬就是磁石 因為我全部都是實目入筍 所以我自己一個人喜好 我覺得美觀上 不見到螺絲漂亮很多 而來會比較耐心 始終沒有破壞到它的纖維 這兩個季其實都蠻特別的 因為是照跟它原先用 那兩個一模一樣的尺寸 和用法來做 只是剛剛說 我加了一點點我自己的元素 下面這個就是專門放音響 它有一個要求 因為要通風 因為會很熱 而且又不能讓貓進去 所以這個就做了一個磁石的門 可以整個拿走 作為生業攝影師 以前每天都要忙於應付眾多的狀況 未必有時間好好思考作品的本質 反而做了木匠之後 能夠一個人靜下來 專注於眼前一塊木 令阿勝在作品中 加入了很多細膩的線條組合 發掘出自己的作品需要具備的質素 介紹一下我的作品 這是最新的第八件,008 一個小櫃子是專門放 這種正直有mini的櫃子 而且比之前多了一些不同的元素 但也會保持我全部東西都很圓 有隻貓腳 我自己的工作很喜歡 全部都做了圓邊 外圓、內圓都會做圓邊 因為我覺得摸上手會舒服很多 滑滑滑的感覺 圓角和圓邊都有做 我儘量每件事都是這樣做 展覽,我很想觀眾也摸到我的作品 所以加了一個牌 叫做請觸摸作品 很多人一看到牌就會縮 以為是請密觸摸作品 我就很想大家摸到 摸到才能感覺到整件事的質感 其實做圓邊的工序 首先用機器做了一個 特定尺寸半徑的圓 然後再用手收 再用砂紙、用機器再磨 慢慢收 去做到它更滑一點 思考如何提升技術 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停嘗試 在每天手作之中 找出可以改進的地方 即使面對失敗,仍然是難得的經驗 一個滿意的作品 我覺得關鍵是不停嘗試 不停做 其實每次都會有再改進的地方 我現在也是靠做木維新 我算是一個木工、木匠 最重要是願意做 最初會很挫折 最初我也在工場哭了很多次 有時會很挫折 因為自己又不是學過很久 又不是做了很久 一定會有錯 但你繼續做… 你慢慢會找到方法 我覺得這才成為木匠的條件 我身邊做空 手工製作十木家具 除了需要利用機器幫助切割 尖方筍之外 桌面上這些工具 一樣不少 可以做了很多次工具 這裡全部都是做木的家具 會用到的手工具 例如有很多尺 直角尺就是用來畫線 以及量度木是否直角用的 基準的直角尺 有不同尺寸 卡尺 經常要用卡尺 就是量度木的厚度 有度數可以看到 做好筍口就要靠鑿去修 去修不同的位置 例如這是專門做燃尾筍用的鑿 有不同尺寸的鑿 跑平均 有很多去到很厚的位置 就會用手的跑去做平均的表面 最近阿勝幫我們做咖啡托盤 而作用是用來放一杯咖啡 或者叫Expresso Combo的咖啡 用來放一杯Expresso 加一杯牛奶咖啡 這樣呈現給我的顧客 而最重要的是我跟她叮囑 幫我怎樣做這個木架 就是做的時候要容易儲存 所以阿勝好好地 下面幫我做一些凹凹 可以很方便地層疊上去 而又不會左右地搖動到 很方便儲存 這樣吧 當初設計想了很多款不同的做法 如何可以卡住它 最後選了這款 其實是加了一條很幼的邊 都是全部入筍,沒有落釘 邊是3mm 但其實裡面上下也有一個卡位 因為我們也會下膠水 就算入筍也會下膠水 我做了一個結構 是它可以有三個接觸面 黏著下面這塊木 讓它的膠水接觸面最多 就最好用力 盡量做到它輕身一點 因為出一杯咖啡也是很小的 如果有太多東西就會搶 做這個事失敗很多次 因為這條邊是幼得很重要的 其實只有3mm 但裡面也有一個唇 所以試了很多次,失敗很多次 送了很多個失敗品給朋友 咖啡店要為客人提供 不同國家出產的咖啡豆 阿勝知道要求之後 就當新訂做了這個掛牆木櫃 橫放木條,中間開孔 用來擺放再有咖啡豆的瓶子 方便員工 而下面的小木箱 就擺放了咖啡豆資料卡 另一個更大的挑戰 就是這個用來做凍咖啡的 冰滴咖啡架 除了實際用途 他還要肩負起一個重要的展示功能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我喜歡的委員工的工作 咖啡店的老闆也很相信我 他只是給了一個例子 他本身有個Coco Tower 其他地方都是任何發揮的 他除了實用用來做咖啡之外 都是一個給展示功能的用途 他擺放在近門口的位置 所以考慮到美觀和實用 就加了一點自己的元素 其實我會做了一些特意露出來的 其實是兩個筍扣在一起 貫穿了的筍 他會比較實正 而且外形上也會比較有趣 這個難度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做這類型 雖然我有做夾玻璃的工作 但是這麼多塊的玻璃 還有我儘量保持到他的目的最右… 讓他突出他裡面的咖啡滴露的過程 接受客人訂單 完成後交貨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不過相信所有工匠 最希望聽到客人收貨時所說的說話 就是這一句 充滿喜悅 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作品的時候 本來他有寫照給我看 但是寫照的時候 就沒有看到實物的威力那麼龐大 就立刻喜悅了 因為整件事就很震撼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漂亮的作品 是有玻璃 然後是我心目中完美的形象 冰滴咖啡架 如果這個咖啡架十分為滿分的話 我應該會給9.5 非常高分 因為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對阿勝來說 應該是一個作品 但至於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實用的工具 咖啡店老闆為何會找阿勝做木器呢 一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他看到令他眼前一亮 阿勝幫他前輩的店舖 所做的這幾張桌子 當初這間咖啡店老闆委託我做五張 一模一樣的 那它下面有一個位置可以放到… 可能放一張照片 或者放一些小件的東西 做了一個藤旺的桌子在下面 上面就是一塊… 整塊玻璃是用了海棠花的… 因為它整間店舖都是用海棠花的玻璃 其實配合整個咖啡店的主題 我覺得這個故事也很有趣 之前另外也有一對情侶 因為看到這一套桌子 而叫我做了一張迷你版的茶几 這個設計其實是… 我在之前做的一張茶几 而這間店舖的老闆看到我那張茶几 叫我把它變成一張大的桌子 然後有一個客人看到這張桌子 又叫它變成一張小的茶几 其實故事是這樣 我自己的夢想 其實很簡單就是繼續可以做下去 當然不是說做到糟糕 沒那麼誇張,也想著退休 我最初想的時候 是當作一個故事去做的 在社交平台我會有寫很多… 少許的東西,不是很多 我當作一個五部曲的故事去做 其實現在已經去到第二步了 我想…願望就是走到第五步 因為我小時候聽過幾個說法 都是用五步去形容一個學習的過程 譬如唐君雷說過 第一步是信,你才要信 第二步是疑,你可以質疑 不是你一直相信,也是盲信 第三步就是誤誤 你開始觸摸到一點方向 經過之前兩個階段的學習 然後到第四個階段就是通 你誤誤到一些東西之後 就是你再通達了 然後最後一個學習階段就是現 你熟到已經成為自己一段時間 可以說給別人聽 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我是非常享受的 我的工場其實非常小 環境也不算好 我覺得這是本地木工面對的問題 因為租金、成本各方面 其實在香港做木工 尤其是入審實木手作 做的比其他地區也高 我不知道歐洲 但起碼我去過台灣 我知道成本是我們高很多 其實還有這麼多人 又愈來愈多肯在香港做 肯試 譬如我當作一個品牌去做 其實我覺得挺難得的 現在變成我們新的這批 可能不要再那麼拘泥於全城工藝 而是用我們香港的目光 獨有的看法 我們眼光去做好香港木的一個品牌 也好 你自己是藝術家也好 也好 也好 盡自己的力做 我現在已經認為我們是強大 好 是 中國藝術家 為我們够清新時代 能不可能 給我的 中國藝術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